小熊嘟啦,讲故事 山坡哪儿去了? 小熊的家门前有个小山坡 山坡上面有茂密的树林,绿绿的草地 草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 旁边还有一条青青的小河 真美呀! 小熊经常到山坡上去玩 他可喜欢这里了 一天,小熊和朋友们出去旅游 他们玩了好多天,玩得真开心 后来,小熊告别了朋友 他要回家了 小熊走啊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 但是,他惊呆了 他怎么也找不到门前那美丽的山坡了 只有一条浑浓的小河在流淌着 一阵大风吹来 满天飞舞的尘土 让小熊,让小熊眼睛都睁不开了 小熊真着急呀 美丽的山坡到哪儿去了呢? 小熊问家门口的老槐树 怀树,是不是您把美丽的山坡赶走的? 老怀树说 不是我 我的根可以把泥土牢牢地抓住 小熊低下头 问树下的几根小草 小草弟弟 是不是你们把美丽的山坡藏起来了? 小草说 不是我 我的兄弟姐妹长在山坡上 可以保护泥土不被水冲走 小熊朝着一只在天空中盘旋的大鸟喊 大鸟姐姐 你知道美丽的山坡到哪儿去了吗? 大鸟说 我也不知道 我只看见前几天来了许多人 他们把山坡上的树全砍光了 我的家也没有了 我要搬家了 小熊又来到了河边 问小鱼 小鱼妹妹 你知道美丽的山坡到哪儿去了吗? 小鱼说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 自从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雨后 小河里的水就变得越来越浑了 我都快没办法呼吸了 我得赶紧搬家 小熊听了大家的话 伤心地说 美丽的山坡不见了 看来我也得搬家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美丽的山坡到哪儿去了吗? 有谁能告诉我 我们该怎样 才能保护山坡永远这么美丽呢?